大家好,我是大潘 那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介绍的是 男生在搭配衣服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长度的项链 那首先的话,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指示 那男生搭配项链的话,一共有三种长度 一种是46厘米,一种是50厘米 还有一种的话是60厘米 那我就来一一说一下 什么长度的项链该如何搭配衣服 那首先第一种是46厘米 那46厘米它也是最短的项链 一般它会到这个脖子的根部 那么该怎么搭配呢 一般我们穿这个Polo刷或者衬衫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选择搭配这种46厘米 因为我们穿Polo刷或者衬衫的时候 我们脖子这个地方勾察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搭配一个比较短款的项链 还是比较得体 那么第二种项链就是50厘米的项链 那这种项链一般会搭配比较简约款的T恤 因为这个T恤属于简单款 所以它上面看起来还是比较空洞的 如果我们搭配了一个项链 还是能起到画龙点灯的作用 那么第三种就是60厘米的项链 那么这种项链搭配成的衣服呢 一般我们会选择搭配 英文风或者接口风的T恤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款T恤 它的话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款 然后嘴巴还有很多这种旁带 它就属于这种英文风 搭配这种长款的项链还是比较合适 那么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三种长度项链搭配一个方法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男装搭配的技巧 可以关注下我们的节目